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堆金机遇 欢迎来到我们的《富爸爸理财》系列课堂 今天小编带大家总结了来自罗伯特清奇的 《富爸爸教你如何把负债变为资产》 笔记本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吧 罗伯特清奇1947年4月8日生于美国夏威夷 第四代日益美国人 《富爸爸穷爸爸》系列书籍的主要作者 他也是富爸爸公司合伙创始人 财商教育的领路人 罗伯特在他的著作和财商教育系列课堂中讲到 财商就是能够控制现金流的能力 很多人始终不能实现财务自由的原因 也是在于自己的消费模式 简单来说 就是对现金流的把握能力不足 不能够把握自己的现金流 赚再多钱也都没有用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的球星 空有价值百万美元的转会费 然而一旦停止工作 不出两年就面临破产 牢牢把握现金流 实现财务自由的第一步 首先就需要明确资产和负债的区别 罗伯特告诉了大家一个简单的方式来判断两者 那就是通过现金流动的方式来轻松地判断 我们究竟是在获得资产 还是在不断地买入自以为是资产的负债 他用一个简单直观的方式 教给大家如何通过现金的流动方式来进行判断 留进你口袋的就是资产 留出你口袋的就是债务 一件东西究竟是资产还是负债 则完全取决于你如何利用了 所以别再以为资产就永远是资产 小心一不留神变成了你的负担 你还不自知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我们按揭贷款购买了一套房子 每月需要偿还给银行800美元的贷款 我们以为买房是在获得资产 毕竟房产房产听起来就像是资产 而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们口袋里的钱却是在流入银行 因而我们实际上是在负债 但如果接下来我们把房子出租出去 每月的租金是1000美元 大于所要支付的贷款 那么这个房子就成为了我们的资产 因为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 每个月就会有200美元流入我们的口袋 在一张财报上 常见的名词有收入 花销资产和负债 通过交换劳动和时间获得的报酬 只能被称为收入而非资产 资产则是我们不需要用劳动去交换 就可以不断地给我们带来稳定收入的财富 不能获得资产的消费行为产生的只有花销 并可能带来负债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然而却是我们在学校从来没有学到过的东西 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在以恰恰相反的方式 来管理我们的现金流 因为我们传统教育的目的 就是把我们打造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人才 然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这样我们的一辈子就都在为扩大别人的资产而不断劳动 让别人越来越富 接下来传统观念又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结婚然后买房 很多年轻人把自己的甚至是父母的积蓄都用来买房 不止如此还背负上了几十年的房贷 买了房子又要装修买家具家电 接着传统观念又告诉我们要买车 在广告的宣传下 我们又开始贷款买车 汽车又有保险费用 燃油费用和保养费用 于是我们的账单立刻成几何倍数增长 很快孩子出生需要教育基金 父母也在一天天变老 离不开我们的照料和陪伴 罗伯特介绍到 虽然说来残酷 但我们身边的亲人很多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我们的债务 特别是在很多传统的亚洲家庭中 不只是上有老下有小 如果兄弟姐妹生活条件有些窘迫 于情于理也免不了要帮衬一把 为了应付这一切的消费 我们只有不停地努力工作 争取加薪 还要小心不要被裁员 然而收入虽说有在提高 却永远赶不上债务提高的速度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就这样在忙碌中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消费习惯 消费习惯需要正确的理财观念作为引导 我们如何分配自己每个月的收入和支出 决定了我们能够拥有多少资产和付债 其实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赚得不够 而是缺乏使用的财务知识 不能够把资产转换成为负债的结果 大部分的工薪家族一直在为了钱拼命工作 却忽视了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资产 一辈子现在的工作之中 根本不敢想退休的事情 更别提什么财务自由了 而富人则会在获得收入的第一时间去购买资产 然后通过资产产生的现金流 来应付日常的开支 然后把剩余的钱再投到资产中去 不断扩大自己的资产 进而获得更高的收益 越来越富有 所以实现负债转化为资产的第一步 就是要梳理我们手上的现金流 重新审视 我们拥有的到底是负债还是资产 结果可能会让我们大吃一惊 那么多我们自以为是资产的东西 其实都是不断榨干我们口袋的负债 随后我们要做的就是 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和理财方式 降低负债和杜绝不良的冲动消费 让多余的钱能够持续的买入和创造 能够带来收入的资产 坚持下去 我们的资产就会逐渐增加 接下来再把多余的钱投进资产中去 经过时间的累积 慢慢累积出属于自己的现金流组合 当有一天我们的资产能够支付你所有的生活开支 已经完全不需要依靠薪水了 那么我们就真正实现了财务自由了 是否继续工作 全都是我们自己说的算 听到这里 你是不是在每次购物之前都会反思一下了呢 那些所谓的必需品 是不是不断给自己增加负担的负债呢 或者是为了有面子 就花光自己拥有的每一份钱 今朝有酒今朝醉 再或者我们也可以像富人一样去思考 在购买任何大额消费品的时候 先去想想如何建立一个资产 让这个资产去支付消费 说到底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决定如何使用自己手中的钱 所以成为穷人 中产 还是富人 也都是我们自己的人生选择 好了 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的理财系列是否有帮助到你呢 如果你有什么理财小妙招 也欢迎在评论里分享给大家 这里是对近机遇 喜欢我们节目 别忘了按赞 订阅加分享 把小铃铛按下去 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条影片 我们下一期再见